我们看到自去年以来 修例风波以及新冠肺炎疫情 对于香港经济造成了双重打击 从今年年初至今 香港特区政府先后推出多轮纾困计划 帮助市民和企业走出困境 苏紫阳是香港一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 去年以来旅游行业受到重创 公司盈利大幅减少 旅游行业在香港绝对是一个特困行业 这个是肯定的 本来我们三月份都想过有财员的 因为看不到未来 香港经济2020年第一季度 同比下跌8.9% 唯有记录以来单季最大跌幅 第一季度失业率达4.2% 为9年新高 就此特区政府推出了 大规模的经济纾困计划 我们经济发展的三头引擎 就是消费 外贸跟投资 客人之间都给杀停了 在这个情况以下 我们觉得就有需要特区政府 用很大的力度三保一稳 通过保企业 保就业 保民生 加起来这个力度2800多亿 上等于我们的本地生产总值10% 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宽的覆盖面 同时间也是最大的力度 如果没有这个保交约计划 坦白讲很多很多企业都啃不住了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回归祖国23年来 香港随时可以感受到祖国的关爱 香港背靠祖国与祖国共繁荣 自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 然后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荒报 波及到1998年的金融危机 香港人民和企业有背靠祖国大陆 打胜了金融战 然后03年非典 中央政府在人流物流财流上面的话 给很大的支持 香港就度过了危机 香港这几年在金融和文化产业上面 处以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以国家一起共繁荣 过去23年香港是得到很好的发展 一个方面是国家一直改革开放 给香港提供了很多机遇 你可以看见香港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都转型 一方面用自己所长 服务国家所需 另外一方面通过这个转型的话 香港也不断迈上更高的台阶 我们都转型了这个转型的转型